OK,當我們手頭上有兩個數字的時候 其實這兩個數字是有關係的 他們要不就一個大於另一個 或者一個小於另一個 又或者一個等於另一個 那就沒有其他的了 我們今天就會詳細說一下 究竟兩個數字之間有的關係是什麼 我們先看一條題目 這條題目就是叫大家在空格上填 大於、小於、等於符號 我們在空格的左邊看到有四 右邊有七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應該怎麼填呢? 那麼我們用回我們以前學過的東西 四所代表我們有四樣東西 七我們代表有七樣東西 亦即是 對了,例如 在畫面上我們看到 四亦即是代表我們有四個蘋果 一、二、三、四 我們有四個蘋果 而這條七代表有七個蘋果 四、五、六、七 對了,我們有七個蘋果 那麼很明顯 七個蘋果 有七個蘋果那個 是多於有四個蘋果那個 那麼在這個空格呢 我們就填這個符號 就證明 四 是小於七的 那麼如果不用這種方法想的話 或者 我們沒理由看到每一條題目 就每次都要畫出來的 對不對? 那麼如果不用這種方法的話 我們可以用第二種方法 例如這裡 對了 那麼呢 這裡就是用回我們之前所說的的數族 那麼如果不知道數族是什麼的朋友 就要看回關於數族的那段影片 那麼呢 我們 用數族和上面 我們已經用顏色幫大家畫好了 四在數族上面表示什麼 四在這裡 對了 是這個符號 用箭嘴畫住 那麼呢 四就是這裡 那麼七在哪裡呢? 那麼呢 七在數族上面 我們用這個符號 我們用這個符號 那麼代表七在這裡 那麼呢 七 在四的右邊 在四的右邊 那就是代表七 大過細 大過四 倒過來來說 就是四 小過七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 又是填這個符號 是同樣道理 不過這次我們就不畫蘋果 我每次畫蘋果就太麻煩了 我們這次用數族的方法 如果還是不太清楚的話 那麼大家可以 試一下用這種方法 例如 例如 你 就是四 這個位 不對 例如我就是四 這個位 我 我 我在這裡 那你呢? 你 你就站在這裡 你就是七 你有右手邊這個數字 那麼在七這邊 我看過來 我這邊 那是不是有一個箭咀呀? 而 你站在這裡看過來 我這裡呢? 那麼這個箭咀的方向 那就是這個小於火的方向 你記住你永遠都是要站在 這條等式的右手邊 永遠 都是要站在等式的右手邊 OK 這樣呢? 這裏就講完了 那 那 接下來呢 我們會 繼續有 多一些 內容 講關於大於小於 和等於的符號 好啊 好像這裏所看到呢 我們這次又用回蘋果了 這裏左手邊有四個蘋果 右手邊有一個蘋果 那很明顯呢 就四 多於 四多於 四多於一的 那在多那邊呢 總之在大那一邊呢 那我們 我們 從大那邊開始畫 你看到這裏的範圍是很大的 但是這裏呢 就很少 這裏是小 這裏是大 那我們 那我們 從大 一路去小 那就變成大於 了 所以這個符號呢 就是這樣畫的 四 大於 一 那這裏是小 那那 這裏是小 那這裏是三 那同樣道理 零 小過三 那 這裏 就是小 那這裏就是大 那 那零小過三 這裏就是 零 小過 我要這樣畫都可以的 小過 3 可以嗎 OK,下面一條 就是 左邊有五個蘋果,右邊有五個蘋果 它們又不是大,又不是小 那就等於,等於怎樣寫呢? 就是兩條平衡線 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左邊所有的東西 和右邊所有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話,我們就會用 等於 兩條平衡線 這樣說,沒錯 那就代表左邊我們所有的東西 和右邊我們所有的東西 是一模一樣的 OK,講完這三種關係之後 我們再來 兩條問題 好像這一條 我們畫顏色 就畫綠在這裡 2在這裡 2在這裡 而6在2的右邊 即是6 大於2 所以我們在這裡畫 6大於2 OK 下一條 我們紅色左邊的7 在這裡 藍色右邊的7 在這裡 那這次呢 紅色 不是在藍色的右邊 那又不是在藍色的左邊 那如是者 即是兩邊 我們在左邊所有的量 和在右邊所有的量 是一模一樣的 那所以呢,這一條的答案呢 就是7 等於7 OK 那 那 大家是練習的人呢 當然 如果 不是很掌握到的話 我們可以畫蘋果啦 對 我們可以畫蘋果啦 一個蘋果 兩個蘋果這樣畫 那 到了後面 進階一點點的話 或者大家掌握了之後呢 就不要畫蘋果了 嘗試一下用這一條 數字 那 再到了後面呢 希望大家連數字都不要用啦 那 就 看到這條題目 就可以 嘗試自己寫個答案出來 看看可不可以去到這一步啊 那 那 今次就講到這裡 剩下這些呢 我們有幾條練習給大家 那下面也畫了一條數字給大家 可以嘗試一下做的 真的不行 嘗試一下先這樣填 真的不行 才再用數字標記 看下大家明不明白 這幾條 做不做到這幾條的答案 OK 好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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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到